我们现在就要来介绍泡菜 先把食物端上来 来 这个呢是由大直 刘正川韩朝霸提供的泡菜煎饼 但是大家看到 这泡菜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大家有看到吗 现场画面 因为拿来的时候 已经有一点干掉了 不过看起来就很好吃的 很美味的对不对 这是由大直刘正川韩朝霸提供的 泡菜煎饼 对 大家看得到吗 看得到 对 因为我们是外带的 所以没有 那个刚刚刚的照片 是他们店里面的 那要跟大家讲 这个大家说这个 朝鲜的这个泡菜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碗泡菜 大家看了是不是肚子有点饿了 因为现在已经接近礼拜天的快要 收播的时候已经快要 就是肚子饿要去吃饭的时间了 是不是想来个泡菜煎饼 泡菜锅 大家有没有觉得韩国什么都有泡菜 好 雪军主播讲一下自己 大概过去去那个 大概十多年前吧 跟前教育部长黄荣春 去第一次的去汉城 那时候还叫汉城 然后呢第一次去韩国 然后那时候我真的是六天都被吓死了 因为第一次去韩国 每天都辣 然后每天都胃痛你知道吗 痛到不行 然后呢 后来真的是想说 为什么他们每个都萝卜的也是辣的 小菜什么都是辣的 全部都是辣的 然后后来呢 因为后来水军博就开始研究韩国文化嘛 所以就是慢慢可以接受 各式各样的泡菜 那像我的亲户朋友 他们也会带我去吃 像米其林籍的泡菜餐厅 他们的泡菜餐厅就是白泡菜 然后咽泡菜 而且像现代哦 从古至今我要跟大家讲 泡菜其实已经有 2500年的历史了 2500年的历史是不是很可怕 而且重点是 它是韩国朝鲜民族 不管是北韩还是南韩的半个粮食 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吃米 米饭 然后就是蔬菜其实 应该讲说他们因为冬天的话 因为就是比较冷嘛下雪 蔬菜是没有办法种起来的 所以他们就是有 腌制泡菜的过程 那这个历史呢要讲到说什么呢 韩国人说再来讲一下 韩国人说一份泡菜一份情 有没有很感动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讲 可能他们觉得泡菜是他们的 真的是办个粮食 因为是真的啦 因为像我的亲股朋友 男性亲股朋友 他们这大概早餐 我看过他们回乡的 从台湾回韩国 他们基本上就是吃泡菜 早餐就是豆芽泡菜 水泡菜 泡菜加海苔加白饭 就是一个早餐了 都是泡菜 就是各式各样的泡菜 那为什么说 这个2500年历史在南北韩 还没有分裂之前的朝鲜民族 好 朝鲜民族呢 我要说从爱的迫降到寄生上流 不管你是贫富贵贱 桌上都一定会有泡菜 北韩不管是你是北韩 还是南韩 有冰箱的南韩是冰箱 我之前有讲嘛 那个南韩有泡菜冰箱 北韩呢 那个爱的迫降里面就是放 放在地窖里面 放在那边保温 所以大家都说啦 最传统的泡菜是在北韩 那个味道没有 就是没有 就是在有一些天 就比较传统一点点的 泡菜是在北韩 第1章 徐勤 第2章 徐勤